为什么说任嘉伦生平没见过这样的女主是怎么回事呢 嗨 大家好 这里是娱乐者榜男生版 就在今天呢 嗨放派在直播的时候呢 聊到了任嘉伦说在嗨放派遇到了生平没见过的女主是怎么回事呢 任嘉伦在线剧透表现说表演了这么多年的戏 这次自制剧的女主是生平没见过的 有点迫不及待了 大家是不是也显开了呢 到底是什么剧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 你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吧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看任嘉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吧 女主的那个戏真的是 我演这么多年 我真的甘拜 牺牲很大 能配合我们把这个戏演好 观众可以期待 既然前谈是蛮敬业的 很敬业 法宫一直在变 对 好 这个我们就留个悬念 但是可以跟大家透露的是我们 马上我们第二季的 我们成员们的自制影视剧 开放派的自制影视剧2 就要这个跟大家见面了 就要上映了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我真的觉得 对 因为我本来想象中的根本就是 很不开入目 现在就别说到这一步 自信一点 我们有那个女号撑着呢 怎么能有什么问题呢 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